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布施福德 写心德是一种福德的布施 心德写出来 龙天护法功德无量 弘法出去法布施 佛有看了后 增加佛有的正能量 因此你也有功德 其实这是法布施的一种大功德 断除烦恼才能解脱 在人间很多时候 想想自己很苦 但是你想一下 有些人不知道比你还要苦多少倍 他们没有闻到佛法 这样你会生出慈悲心 你会放下自己的烦恼 这也是被称作为自我解脱的一种 人间的对错 只是你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的一种考量 所以不要让别人对你的无私奉献 来成全你的自私 很多人有利益的事情就做 没利益的事情不做 每天活在自我欺骗的人格当中 杂念专门跟你搞 看你境界高不高 修得干净 自己好 修不干净 增烦恼 人不能总是找理由 找理由 就是执着的一种 执着了 就会生出业障 今生能闻到佛法 就是你的福气 这是进入了生闻道 原来了 要觉悟 你才能找到佛道 这就叫圆觉道 烦恼来了 一定有办法根治 有个人 打苦工打了二十年 最后被人家开除了 他很难过 很痛心 但是就在这时候 他闻到了佛法 他知道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结果三个月不到 他找到了工作 比原来工作 比原来工作 不知好多少倍 工资也比原来的高 他逢人就说 这就是文法后的福气 其实 这就是进入 人间生闻道 烦恼即菩提 你如果没有烦恼 你想不到 要去求佛 拜佛 学佛 要牢记师傅那句话 过去 过去何必思量 现在不必紧张 念佛自然安详 菩萨在心中 烦恼一切空 心中经常想 观世音菩萨 闻生救苦 我是善人 在学佛 菩萨 一定会救我 我要用慈悲心 行佛道 看破放下 境界高 你就会进入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境界 只要你心中 有个清净的道场 菩萨一定会 常住在你心中 心中常有清净田 菩萨到来 只瞬间 色即空来 烦恼烟 空即色来 只等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